現在罵到紅紅火火就是氣球風波 我上星期在其他頻道講過 今星期大家金晶火眼就看 氣球的驗屍報告怎麼講 現在驗屍報告一定已經一早出了 但是現在你看到昨天美國就講 除了第一個氣球肯定是間諜氣球 因為現在8天打了4個下來 其他那3個美國昨天就放遠了 就看中國的反應 其他3個就看不像是中國打下來的 但是沒有詳細再講其他東西 這個是很明顯美國搭了台階給你下來 也印證了一件事 印證了一件事前兩天 山東日照有個氣球外傳說美國打下來 當時你不要說美國馬上否認 圍內的粉紅圈都有人提出質疑或不像 第一美國的衛星這麼厲害 要不需要用氣球去偵測你呢 第二 照當時的風向如果氣球在山東 應該已經穿越過整個中國 飄下來山東 因為現在是吹西北風 不是吹東南風 夏天才吹東南風上去 即是風向不對 即是火燒連環旋 冬子一陽生 東南風西北風 來不中有些變 但是氣球飄很久 沒理由幾天 所以整件事 當中國聲稱發現山東的氣球 前兩天打下來 打下來之後沒有了夏文 即是這個氣球如果是美國的 你不馬上去 其實會譴責美國入侵中國領空 即是這件事看到很明顯 即是我就覺得很難被人懷疑 你是不是自編自導自演 你這樣去做 即是現在沒有了聲氣的 這個氣球 正因為你想低調處理這件事 美國不是這樣 OK 識出事低調處理這件事 他的目的就是為王毅和布林肯見面 剃造雙方見面的一個契機 雙方不想對詞更加加劇 因為雙方的人民 因為現在美國因為氣球 在美國的人民內部見拔老張 大陸因為這個氣球 如果再將兩邊的人民 推向火箭的話 就一發不可收拾 好嗎?最主要因為這樣 你至於認為我 跟著除了第一個很大的直徑六十四 那個肯定是間諜氣球之外 其他三個相對來說小一點的 有一個在加拿大陸上空擊落那個 那個好像駕駛的士那麼大 但那個又在太陽能板那個 那個是有點奇怪的 但美國這次都說那個都不是間諜氣球 就真是一同梯 跟著阿拉斯加那裡扮一個 跟著在密歇金湖上面扮那個 最有趣的是密歇金湖上面那個 它是八角形的 那個我覺得呢 這個我覺得真的可能是玩的 可能是玩的 還有呢大家沒有留意 那個是用F16打下來的 用得F16它真的飄得不高 不是第一個這樣飄到兩萬公尺五高 不是那個應該是低一點的 就是F16飛到上去的 高空飛到上去的 那個那個高度應該那個 我相信那個就未必是有敵意用途 那些東西的 可能是小朋友玩 天燈是未至於 可能是美國很多的教授 和學生一起去 即是來不中去放下這些什麼氣球 不奇的 整件事 最主要是雙方明顯看到 雙方都希望在國內降溫 至於降不降到溫呢 就看看今天星期三 二月十五日 就看看未來這幾天 雙方的民情是怎樣 因為現在最新美國方面的民調 前天做那個民調 美國一個很權威的民意調查中心 現在超過58%的美國公民覺得 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你的 enemy 敵國 敵國 不是不友善 是敵國 第一個氣球之後做的民調 即是還未有二三四個氣球出現 第二個民調我相信現在在做 但可能會比五十幾更加高 另一方面我留意到一件事 就說最近尼米之號在前兩天去到南海 不止尼米之號 美國航母艦重型航母艦尼米之號 和兩隻輕型的航母集結在南海 我說是戰鬥群 不是三隻艦很簡單 是一個戰鬥群 如果我不想多說 我不想逐隻艦逐隻艦這樣說出來 這個舉動值得關注 因為為什麼 當美國的民情去到某個點 因為美國的民情是迫那些國會議員的取態 如果國會議員就一定迫總統 喂 你要怎麼做事 你要怎麼問 因為我不用選的 即是那個民主社會就是這樣的 如果接下來這個民調 如果超過65%的美國人 是認為中國是 enemy的話 美國的軍方是不得不做些事情 我相信 而我一直都說 現在最容易開波的問題不是台海 台海他不敢動 大陸當然想打台灣 但是他不敢動 因為台灣旁邊站了很多巨人 有美國、日本、英國、其他林林桑桑 很多都跟台灣站著 他不敢亂來 他不敢亂來 因為美國也講得很清楚 你打台灣我就一定出兵保護 你打台灣打國軍我相信一定打得贏 你這麼厲害 打美軍我都相信一定打得贏 你這麼近 這次大陸就說 還有一個演到的 對方能發展 是否有個 cuz 你們不覺得 是海洋的 最重要的 那些是 遺招造岛,还建了三个海军基地, 完全违反了国际法, 即是说美国如一旦出兵有法可依的, 再加上你真的砌上来, 因为为何呢? 这次我留意到美国来美知号上, 这次所谓的演习很奇怪, 有支海军陆战队一个C, 这次海军陆战队要演习做甚麽呢? 会不会演习演习, 假当真真当假, 什么东西攻上岛上呢? 因为现在老实说在南海上, 现在那几个岛刚建好了, 水电博好了,海水化碳都做好了, 最方便不要炸了, 找海军陆战队上面有围, 封死你,没有物资进入, 饿你几天, 接着海军陆战队过去接收, 不愧一兵一卒, 又或者美国佬打, 一围围围住你的岛, 然后打出去宣传口号, 谁投降的可以拿到美国签证, 美国护照, 我想中国人不会那样轻易投降的, 是不是? 美国佬很固惑的, 危险在这儿我会看到, 你看看尼米之号, 因为是美国最主要缓解美国本地人对敌国的仇恨 它有些舒缓,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讯号,压力会很大 今天时间不够了,其他东西 因为现在乌克兰那边也有新变化 也可能影响到台湾,我想下次再说,拜拜